親愛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這集錄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來研讀的是 奇蹟課程正文十七章的第四節,兩種畫面 這節比較大一點,一樣我們會把它切成上下兩半 那麼這節在正文裡面其實也是蠻著名的 你讀了就會知道 那他說兩種畫面當然一個是屬於小我的,一個是屬於聖靈的 這個也是讀進去你就會曉得了 我們來看看他的第一段 第三句開始呢 他說基於上主創造的與你的關係這一理由 所有的關係永遠都含有創造幸福的功能 因為幸福就是上主所要給你的 當然他這邊所說的幸福不是我們講的那種小確幸 外在去得到一些什麼的那種幸福 好,那下面的第四句呢 他說此外別無其他的任務 就是你來到這個地方的任務 其實就是去創造幸福,把幸福分享出去 那麼這邊我們可以把它分成是天上的關係以及人間的關係 天上的關係就是在實相裡面 那實相裡面怎麼樣去創造幸福呢? 就是靠把愛推恩出去 那麼在人間的關係呢 因為已經掉入到幻想裡面了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就不是把愛分享出去 而是把寬恕分享出去 也就是當你寬恕你的弟兄的時候 你就把幸福分享給他 那當然其實也是分享給了你自己 好,那下面第二段開始呢 他說你無法在世上真正的創造 卻能帶給人幸福 好,這是我剛才所解釋的 因為你已經掉到幻想裡面來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真正去創造 因為奇異克人所說的創造 都是在天堂裡面 在實相裡面的 好,那下面第七句呢 他說至於你所營造的特殊關係 沒有一個 不是為了想要自己的意願 來取代上主的旨意 好,那就是用小我的意願 來取代上主的旨意 好,那就是用小我的意願 這邊是要分裂,而上主是要合一 好,那麼分裂當然是為了要追求特殊性 這個是我們前面所說的 那麼他這邊所說 營造特殊關係 其實不過就是為了要去追求特殊性吧 好,那下面第三段開始呢 他說其實你在世上造出的關係 已經相當真實了 這個翻譯其實不太精確 讀起來會覺得非常的奇怪 因為我們在世上建立的關係 決絕大部分都是特殊關係 那看了一下他的原文呢 應該是要在關係前面加上某些 這兩個字啊 就是你在世上造出的某些關係 已經相當真實了 也就是說偶爾你可能會出之以寬數 只是說就像他下面講的 你還認不出來說 這個發自寬數 真寬數的關係呢 才是真實的關係 好,那下面的這個第三句呢 他說你所營造的每一種特殊關係 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全面佔據你的心靈 使你再也聽不到真理的呼喚 好,因為這個特殊關係就是為了去營造我們的特殊性嘛 那特殊性其實就是小我用來取代真理的那個東西 那麼這邊又重新講到目的 其實可能常常講到目的 只要看到目的兩個字就要睜大眼睛 因為這個重點來了 目的就是一切 好,那下面第四段呢 第六句開始 他說你與上主的聯繫不曾中斷過 因為自分裂以來聖靈不曾離棄任何一人 也就是說上主在你的裡面 聖靈也在你的裡面 聖靈永遠都在 而且他隨時都能夠被你所啟動 那這個啟動的那把鑰匙呢 其實就是你的怨心了 好,那下面的第五段第三句開始 他說你必須認清此舉的瘋狂之處 才有恢復正常的可能 他這個此舉指的是前面所講的這個 就是防衛 小我的防衛系統 那麼他說呢 你必須認清防衛 或者說他說辯護的這個瘋狂之處 才有恢復正常的可能 那麼我想這邊所強調的呢 就是用百換文講的 願不願意去承認自己的錯誤 那因為我自己見過許多奇蹟課程的學員 那雖然說學奇蹟課程 說一切問題都出在自己 但是還是忍不住的 因為這是一個小我的慣性嘛 一下子沒有辦法馬上修正過來 就會變成忍不住的 還是要往外面去歸因跟怪罪 然後還是要不斷的去證明自己是對的 然後用很多方式去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然後證明自己無罪 那麼這些其實都還是就調回來到小我裡面 那麼我們現在要做的 你能夠做最好的事情 也是最困難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心胸完全敞開 然後讓奇蹟課程來修正你 然後不要去跟他拔河 然後處處想要去向聖靈證明說 你的小我其實還是有一部分是對的 這個是他所謂認清此舉的瘋狂之處 那麼下面第六句有意思 他說分裂之境其實空無一物 它的每一部分 每一種理由 每一個特性 沒有一個不是瘋狂的 那為什麼說是瘋狂呢 因為實際上我們看到這個世界是不存在的 那就像你在大街上看到有人對著空氣講話 的時候你會知道這個人八成是個瘋子 那但是其實因為這個世界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們好像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那個 正在對著空氣講話的那個瘋子 好那下面的第六段呢 第四句開始 他說你對特殊關係的愛戀不捨 超過小我任何其他的伎倆 因此我們對特殊關係的剖析之聲 也遠勝於小我思想體系的其他部分 好那你會發現 從十五張十六張十七張一直往後 他都一直在談特殊關係 然後很多部分在談到特殊的愛 包括他在最後面 二十九張三十張 講到偶像的時候 也都是在講特殊的愛 所以你看他在這上面琢磨很深 但是依據我過去的經驗 其實在奇迹課程的 不管是讀書會的場合 或者教學的場合 真正去深入剖析討論 去探查特殊之愛這個主題 其實並不是很多 但是這邊你看他特別寫了這樣一句話 就是要提醒你特別去注意 尤其是我自己這幾年 學習奇迹課程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對於特殊性 還有特殊之愛的那個上癮程度 真的是比我們想像的要深的多 基本上就是四個字形容 無可自拔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是你學習奇迹課程 不能夠漏掉 而且要反過來去加強 而且特別琢磨的部分 就是任何關於特殊關係 特別是特殊之愛的這個東西 的一個覺察 然後的一個寬恕 然後的一個學習 好那下面的第七段開始 他說最重要的你得先明白一個關鍵 所有防衛措施所做的 恰恰變成了他們所防的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第三句 越想防衛了 反倒越加安全的保存了下來 這個是奇迹課程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麼原因很簡單 就是說 當你去防衛一個東西 一個人事物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當真了 你認為它真的威脅到你 但實際上 這些你所防衛的事物 沒有一個是真實的 都是在幻象之中 那麼實相就是愛兒 所以不會有什麼好防衛的 所以你需要 你認為你需要去防衛 都是在幻象 那麼既然是在幻象的話 其實你真正要做的 應該是認出 它不是真的 而不是去防衛 如果你越去防衛 你就會越發現 它的那個真實性很強 然後到你會說服自己說 你不可能不防衛 你如果不防衛 你就完蛋了 這樣的一個地步 好 所以在練習手冊 可以搭配的是 135克跟153克 都是在講 放下防衛的 好 那麼下面的第八段開始 它就講到了這個 兩種畫面 事實上應該從第七段的 後半段開始就開始講到 那第八段講的是小我的畫面 是怎麼樣 它說在小我所有的防衛體系中 特殊關係可說是最炫目的畫框 然後它所給你的思想體系 正是那個極盡雕琢之能式的畫框 而且宣兵奪主 使得畫面幾乎全然淡出 就小我的畫是畫框 看起來是香精鍍銀的 然後各種雕梁畫動在上面 但是它的畫面是沒有什麼東西的 是很黯淡的 那麼它這個畫框呢 其實就是對應到齊奇克人所說的形式 然後畫面其實就是對應到齊奇克人所說的內涵 那特殊關係 特別是特殊至愛的關係 其實就是有形式而沒有內涵 所以特殊的愛 它永遠沒有辦法填補 填滿你的心靈 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下面就是一些比較文學的筆法 就說這個框上鑲著愛之幻象 就是特殊至愛的浮光掠影 夾雜著犧牲與自我膨脹的夢魘 交織著自我毀滅的經線 所以你前面讀過了十五之七 對吧 又讀過了十六之四、十六之五 所以對這個犧牲的主題應該不陌生 為什麼它這邊會提到犧牲 你應該有了起碼基本的了解了 那麼它說呢 這就是小我的縣裡 斑斑的血跡如寶石一般發光 也就是說看起來像寶石的東西 其實是斑斑血跡 就裡面其實是隱藏的小我 好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一起來讀過的 正文十七之四的前面八段 那麼明天我們還會繼續來讀它後面的部分 它的標題是兩種畫面 那麼它對畫面的描述本身也還滿有畫面的 好